哈喽大家好,我就是脑袋会发光的灯泡先生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陨石 陨石的来源就是小行星和会星 在天上飞的时候被称作流星 落到地上就是陨石了 都知道部分陨石坠落地面时会留下一个大坑 那大家有没有好奇过这样一个问题 多大的陨石撞击地球就可以把地球给毁灭呢 像直径4米的陨石可能还没有落地前 就在高速高温的情况下分解破碎了 这种陨石会释放0.75万吨的TNT当量 目前已经有54次这样的陨石坠落了2013年 在俄国也发生了一起事故 多人亲眼目睹了这次陨石袭击事件 许多行车记录仪和监控摄像头也记录下了当时的景象 一颗直径长达17米长 总质量在7000到1万吨之间的陨石 以54倍音速的速度坠落 并在相对地球表面还有24公里的情况下分解 这场事故造成了1500人受伤 屋内的人都被震飞 可见威力巨大 但是依旧是没有撞到地球的 1908年坠落在俄罗斯通古斯卡河附近的通古斯陨石 从天而降 爆炸成一团火球 把森林移为平地烧毁了房屋 并且将20公里内的人和动物烧焦 据分析 这是一颗直径大约在50米的陨石 在距离地面6到10公里处发生了爆炸 相当于2000万吨的TNT当量 但是这个陨石依旧炸不到地球 很多科学家推断 恐龙灭绝就是由于陨石撞击 他们认为是一个宽9.6公里的陨石撞入地球 形成了一个直径177公里的陨石坑 将数十吨碎片和灰尘送入大气层 并引发了数个巨大海啸 全球火灾 酸雨 以及遮挡了好几周 甚至好几个月太阳的灰尘 这些撞击都只是导致生物灭绝 而没有导致地球毁灭 大概只有质量接近或超过地球的天体 撞击地球才能毁灭地球吧